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新聞 昨天很混亂 除了港鐵大塞車 最後是港鐵大塞車長不夠人數 沒有去罷工 市民按鈴鐺 按鈴鐺 成功地停了幾班車 但到下午 都恢復行車 反而九巴仙機真是慢勢 九巴仙機真是慢勢 大致上是這樣的 昨天有部份的人都不太大遲到 一定是 半天罷工 罷工不罷工 大致上是這樣的 昨天晚上就精彩了 遍地開花 一個是天水圍 葵涌 即是葵方的位置 然後還有這個沙擊灣 三度都爆發了一些戰爭 以最大型一定是葵涌警署 即是葵方警署的位置 即是 那個位置 有過千人包圍警局 因為他裏面 困住了44個 應該是元朗被捕的人士 今天就剛剛提了堂 剛剛看新聞 看新聞有20多個保釋 20多個還要後查 大致上是這樣 很多事想說 這三件事都有點關聯 逐一時間去說一下 未說之前 外面都還風還雨 就是這個位置 迫港 第一個八號復波 應該都很快落 我想 捱不到半天 應該大概 可能今晚12點 就吹吹了 現在感覺風呢 時大時小 即是震風來的 有時是噴噴聲 有時是很小的 應該是 2點鐘 即是 說了 現在 2點鐘 有8號復波 大家可以放假 我一直都在放假 這個不關我的事 這個就是 42人禁來講 很正常的 你拘捕了 算是你保釋了 都是不讓你來講 還有會消禁 限制你晚上出街 一旦被人拘捕了 這樣就可能會 即是 你法庭會覺得你有問題 對你的證供不利 即是會這樣 有一個人沒有盜庭 遭法拘捕領 大致上是這樣的 他這篇文章已經展示了名字 即是誰 誰打誰 年齡十幾歲 十六歲至四十歲都有 有些做文員 名字就不說 什麼職業都有 什麼職業都齊 中產至基層都有 都幾隨便 據說 聽聞 遲些我都會出一集 講國網台 現在有大戰 現在呢 去到這個 這個事情 去到八業化 反送中條例 到這個反徑黑 這個問題 到八業化的 階段 你知道 KOL網台 是夠了 好了 都罵了一場交 幾個網台在互屌 這個我分一集 去講 先講了這壇 據說 聽老蕭說的 或者幾個台都有講的 星期二得道都有講過 前線死事的人數 是有數得計的 大概500至700人 你看回每次都是這樣 其實是幾百人 幾百人 在前線守住 數到的 接著那千多二千人 在後面 叫做和理非 或者是稍為前線的和理非 他們不是擋蛋那批 擋蛋是只有500至700 據說 警方就是想分一批 捉所有人去 每一次 捉50人 你分10次 就捉了 即是雷近 現在都捉了200個 還有500多個 每次都捉了300個 每次都捉了 原理是這樣的 警方打算用這條數 去瓦解 示威者的 那個 核心 即是那些核心的伴藥份子 想瓦解 但其實 我昨晚去看 烏克蘭的革命 Winter on fire 其實 就想看 同一件事 有什麼類近呢 首先有很類近的地方就是 已經成為了世首 即是示威者和警察是成為了世首 即是香港人和政府已經成為了世首 你捉了一些活躍份子、中堅份子的前線 但你記住那些前線是怎麼來的 是漸出來的 像玩AOC打遊戲 是漸出來的 製造出來的 那是那些和理非變出來的 是不是 以及那些前線的人 他們也可能會訓練一群前線的人 你捉得快 一定是我訓練得快 其實類似是這樣的遊戲 而且經歷過那次 狂捉 連續兩天捉了整個八個人 727、728 一個元朗、一個上環都捉了很多人 加上過百人 其實現在的新抗爭運動都變化了 首先 開始玩野貓式的 野貓式的 可能 圍一些建築物 好像昨晚圍一個葵方 圍葵景柱 圍著它 野貓式的 這個是突發的 他們沒有宣布 大家一起遊行 不會的 因為如果你一旦 大型宣布 可能一個星期前 宣布 星期六日遊行 通常警方 部署好了 派等了兵 然後有 水炮車 正所謂 就是兵桂神速 如果你說你臨時立刻叫的 雖然人數不多 一開始 圍葵方的人 大概是 100人左右 很少 50多至100 然後就慢慢多人 你知道 很簡單 你以為你 裡面困了50人 50個示威者 50個示威者有家人 其實本身那50個是他們的家人 即是50至70個是家人 他們會召喚的 召喚 然後又有些街坊 葵方 好像沙田友 葵方那種感覺 比沙田那邊更勇武 你也不知道 葵方的人很勇武 這個再慢慢說 慢慢多了 50至 去到1000 你100個 每人召喚10個人回來 幫忙 見朋友 或者街坊 純粹看到仗意 走過去 這樣 整千人圍住了警署 看看有沒有一張圖 當然 警察又有些搞笑的事出現了 即是 想著 警察打算死手 警察打算死手 即是 守住那個位 守住警署 接著又放不到工 警察 接著他們 真的出這個防暴警 真的出這個防暴警 但那些是PTU 正式來說 不是說 好像 上兩次的 Full Gear 長盾 不是長盾 長盾 是那些 圓盾 圓盾的兵 即是機動部隊 這樣的東西 然後突然之間 有一批警察 說我要先救一些人 因為他外面還有些人在巡邏 進不回警署 他要派一隊人出去 這樣就暗糕了 他一派 接著 人們跟著他 扔東西 搞得很狠狠才進回警署 中間的鏡頭很驚險 有一批PTU Full Gear的PTU 然後 就走經這個攀方 即是他由警署走出去 不知道做什麼差事 總之好像是 接自己的同伴 下班 即是回來 還是怎樣 他一出去 整批市民就上前 攀方的人 很勇敢 真的打他們 拿遮咕他們 拿遮咕警察 然後拿水樽扔他 蘋果就拍下了 很勇敢 很勇敢 那些PTU 一定退 他們 目標就不是出來驅散 純粹是救人 救自己的警察同胞 就進回警署 因為他外面 圍住了 不知為何 警察進不回去 所以整個事情 都很滑稽 昨天晚上的 葵衝警署 理論上 你可以當作示威者 一個小勝 你看看 這張圖 很明顯 這個位置是什麼位置 如果大家屬攀方 那個站 攀方的站不是那麼大 如果大家去過攀方 就知道 就是後面 賣魚蛋 那邊 旁邊有間 淡仔 這個位置 再進去一點 就是巴士站 其中 途中 江頭警察 曾經舉過槍 嚇過 沒有開槍 這支雷鳴燈 沒有開 嚇下人 你見到 旁邊的PTU 驅散 有些人 叫人走開 之外 之外 其實昨天很混亂 在那個 葵方 後來 警察又回去了 其實 最主要是 想救這四十幾個人出來 其實 坦白說 那千多人都知道 其實 警方是不會放人 對嗎 其實最主要是希望能夠保釋到那些人 最後好像是保釋到的 保釋到的都沒有用 因為 明天就要上堂 就要上東區法院 這樣 話說也有一點小插鋪 你想想 你譬如在元朗拘捕 為什麼 通區法院 為什麼 為什麼會 在葵櫲 困住四十幾個人呢 地理環境很古怪 由元朗運過去 去葵方 由葵方 又運回去 東區法院那邊 那些人實為你 你四十幾個 你放在葵方那邊 實為你 就算你不放人 也好 放不放人 也好 也會為你 當然 警隊 其實現在的形象很差 有三十幾個 學警 都打算退學 所以 現在的警隊的士氣很差 一來士氣很差 形象很差 基本上 現在被人圍 根本就是 很順利成章 現在警隊裡面的人 都開始 都 籠罩著 一個白色紅暴 其實呢 現在你看回 如果你看回 對役來講 很多人都覺得 示威者很慘 被人抓了百幾個 好像在輸 但是大家要保有一個希望 就是 現在警隊都在害怕 我現在幫大家數一下 現在警隊裡面有什麼白色恐怖 第一 ICAC 現在ICAC要查 查元朗那件事 因為已經有前線的警員爆料 說這個二哥是貪污的 即是接受一些香薪的款待 然後又回報給香薪 不是為什麼會有這個 男兵衛的鬧劇出現 那個醜聞出現 加上他們那班高層演技太差 尤賴強 李漢文 鄧炳強 這幾個人一定是會查的 但是抓不抓到呢 這個就 就是等ICAC去做 有些人都覺得ICAC 他這麼多年來 都開始變質 都未必做到 不過不要緊 我自己覺得不要緊 因為ICAC 他現在很高調 出來查這件事 起碼在警隊裏面 做了一個白色恐怖 現在政府這麼喜歡 放那些白色恐怖 又說什麼放解放軍 這些白色恐怖 根本就不會放 然後又水炮車 白色恐怖 然後又在抓人 又在抓人 又有個暴動罪 等等 這些白色恐怖 現在到警察受罰 警察不要以為這麼得戚 就說沒有人去監管你 ICAC就是一個監管警察的部門 除了監管商業機構的貪污案 其實最主要是監管警察 就像鬥獸棋 不要以為沒有人吃到警察 差在抓的過程是比較困難 不是那麼容易 警隊裡面其實仍然是害怕的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姿態 昨晚的攜坊警署的姿態 你看到的 表面是凶狠 出了全監管 但裡面是開藥的 他們很害怕 起碼10個有9個警察很害怕 不斷退守 純粹是出來救了一些人 有些市民 有些人是拿雪糕頭吵警察 警察都不還擊 不能還擊 因為他正在退 也都 糟糕了 現在兵又不夠 葵方那邊兵又不夠 只有幾個垃圾圓盾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警隊裡面 為什麼會產生 一個這樣的效應 為什麼葵方的警察那麼弱雞 一來可能葵方的警察那麼弱雞 二來 根本就是籠罩的白色紅暴 這些警察都不敢出手 有點像烏克蘭後期 烏克蘭後期就是怎樣 警察不敢出手 因為勢不在他的道 ICAC有查 國務院又派堂 叫林鄭 即是說 你搞定經濟 即是一些 民生的東西 去舒緩 這個年輕人的憤怒 去舒緩 他用舒緩兩個字 即是舒解 類似的 即是叫做 傾向右那邊 反而中共 那麼 左派的極端思想 竟然傾向右 突然讓步 就說 你不如右一點 不要玩那麼極端 是吧 他只能是香港本身 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不是說 讓你玩一個極端的地方 北京當然可以玩 極左路線 但香港 不可以 一定要加一點右 加一點油懷政策 不可以讓你全部都是極權的 即是中央國務院都看通 那個劇情 那些記者問他 元朗那件事不說 專程不說 有機會是在查 免得說 只是說 這件事是污衊 說是老吹的 香港人是老吹的 一句就算了 其次就是國務院 不會出動解放軍 已經說了 所以解放軍 一向都不會出動 所有人都知道 是不是 是KOL 大量的KOL 根本就是捉住解放軍的Keyward 來賺錢 我們做KOL當然知道 某些Keyward是特別賺錢的 我不排除 我自己沒有用過解放軍來做Keyward 做標題 是不是 那 那些人害怕 你害怕 你害怕就 吹進來看 或者好奇就吹進來看 那你就賺錢 是不是 其實就不需要 怕什麼解放軍 解放軍來 其實最怕我自己覺得 本人意見就是 最怕那個反而是警察 那你解放軍做了你的警察的崗位 那你警察做什麼 是不是可以解散 甚至是把這個 解放軍代替警察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是不是 基本上就是收回了 你知不知道現在 我覺得香港根本就是土皇帝 是不是 鄉紳 華視 那幫元朗的皇帝華視 講俗一點 根本就是元朗華視 都不是香港華視 元朗華視 以後政府總部 其實應該搬去元朗好一點 或者由那幫鄉紳 組織一個 香港的政府 以後就聽了 何君堯 那幫鄉紳 一個荒唐 其實基本上如果解放軍一出 基本上 香港整個政制會變 不需要特首 就是 求能旗 中央陰典 講普通話的官員 關了政府的部門 中聯辦代替 就搞定 解放軍都下來了 那你政府可以 刪除了 只留下政務司司長 特首就變成 中聯辦 就搞定 中聯辦找人代替 你看到 香港本身 有個土皇帝的特色都沒有了 土皇帝 第一時間當然要害怕 所以政府 解放軍一出 基本上最害怕是政府 因為政府裏面本身有土皇帝 土皇帝是誰 現在是林鄭 或者是元朗那幫鄉紳 他都不想 代替土皇帝的地位 現在香港 流了那麼多錢 鬥納 現在土皇帝又在那裏 鄉紳又在那裏 你解放軍下來 多人在那裏搶錢 連政府也不想 政府也不想 中央 出解放軍 以及出解放軍 是很遠的事 你想想 烏克蘭這麽大件事 都未出到軍隊 烏克蘭死了很多人 死了200人 都未出軍隊 看到蒼 grupp 說回來 昨晚叮方 還有Black 天水圍 都有差êt 天水圍 second 是近期的蓮農場 問題 有幾個年輕人跟白色衣服人類似這樣 又是吵架 警察又出來 又是專門幫黑社會 擺明的 那些黑社會從哪裡來的? 就是元朗來的 或者其他堂口來的 現在四處搞事 在新界、天水圍、元朗那邊搞事 也在港島那邊搞事 連我住的樂府也有黑社會搞事 又是警察不管 警察都是護著黑社會放走他 一如既往的特色 昨晚警察抓了幾個年輕人回去警察 那些人當然是救他 大約百幾二百個天水圍的居民 救那些年輕人 天水圍警署 那些人應該是黑社會 駕駛著這輛車 在警署門口放煙花 就弄傷了人 當然那輛車很快就走路 又是發生了一些衝突 你看到幾件事 即使你攜坊也有 攜坊中間有一個人 應該是黑社會請回來的 總之黑社會請回來的人 那些不是很健康的人 有些是很無賴的人 那些又未必是藍絲 我自己覺得是黑社會 請回來的奇形乖箱 有些是老人 可能是找幾個 給你幾個 你過去搞事 昨晚葵坊也有 有個老人好像打了人 打完人 然後就走到新都會廣場那邊 被人圍 然後又裝傻 假裝心臟 有時候假裝躺下 然後醫護車又撿走了 有個小風波 後來那些防暴警才出來 在葵坊那邊出來 然後市民 再圍防暴警 拋勾 那些防暴警 繞了一個圈 然後回到警署 十分滑稽 我不知道那些防暴警出來做什麼 從巡邏又被人拋勾 又不夠人棄 然後又要歸宿回去 那你不如不要出兵 那些警察又真是 那整個鬧棋就是這樣 你看到幾個地方都好 都是有這個 基本上 有這個 黑社會教士 這個是政府請回來的 所以他一定會包庇 這幫黑社會 昨晚也有的 昨晚不合作運動 這個比較難捉 因為那個純粹就是 他兩個黑社會 站在地站罵人 罵人 罵人 基本上是不犯法的 所以你很難捉 那兩個黑社會 就說 喂 警黑合作一定的 五六十年代 那時候就是這樣 是以前的年代 遺漏下來的 那些黑社會 公然地說 基本上 那些黑社會 公然認自己的黑社會 警察都不會被抓他 都不會被抓他 現在香港是惡到感 這個不合作運動 這個小事 因為他站在地說話 罵人 都是言論自由 你基本上 就由他在那裡吵 反而大事就是晚上這幾宗 沙基灣都在累 就是搞那部連龍牆 搞搞一下 警察又來了 警察好像有打人 警察又是包庇他 包庇那些白色暴徒 然後就拖了那個白色暴徒 上去一個堂樓那裡 然後轉眼間 就假裝抓人 不知道為什麼 換了人 那件衣服又不一樣 明明白衣服 變成一個 螢光黃色衣服的 一個男人拖上警車 總之你看看警察做的事情 是很古靈精怪的 你明明你打人 就立即拘捕他 就算了 又要踏上去堂樓那裡 然後又做一場戲 然後再拘捕下來 那個人又未必是那個人 現在警署 警察做的事情的邏輯 是很古怪的 是很古怪的 也說到 如果ICAC肯做事的話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香港法治的問題很恐怖 現在警隊 政府出動到好像烏克蘭那招 其實內地據說都是用這一招的 就是請一些黑社會回來 搞事 然後公安出招 或者是不知會不會就手旁觀 就是這樣 就是類近的 坦白說 在一個文明都市裡面 其實理論上這些人 邪不能勝正的 這些黑社會再出的話 其實國際的視野是明亮的 每個人都看到 警方法治的香港 軍政府是有問題的 總有一天會有個制裁 或者是秋後算帳 可能今天秋後算帳不到 一定有一天會 會把所有證據都拿出來 逐個逐個去拘捕 那當然是有時間 那當然 如果你說 喂 好了 現在法律制裁不了警察 國際那邊都是體制 那現在就是民間自發 現在的香港人 越整越團結 去想這些計謀 去怎樣跟政府去對應 所以接下來 只能夠說 有些人說很害怕 說會不會更多人被人捉 其實人是會聰明的 譬如你捉了我這麼多人 我下次就聰明 怎樣不讓你捉 或者怎樣部署的行動 是你捉不到我 你水炮車也用不到的 就好像野貓式那樣 是吧 幾個地方 很簡單 如果你說5區 6區 10區 18區裡面都有警署 如果18區 每個地方 拘捕1000人 那你怎樣去報防呢 是吧 18區 每個地方 不需要多 18,000人 加起來也是 18,000人圍警署 是吧 那你已經很難 作出一個報防 整個警局都是癱瘓 都會癱瘓 是吧 這個 昨晚已經發生了 兩個區分 是有警署被人圍的 有警署被人圍的 那好吧 那看一些新聞 補充一些 立法會帶流收服 涉4,000-5,000萬 目標10月中開會 那 那 立法會呢 那 換那幾塊玻璃 4,000-5,000萬 那 又是吧 搞笑 你不如這樣說吧 用一億 換那幾塊玻璃吧 然後 山竹 不是 韋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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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港 昨晚 就是 有些狂徒 在天水圍境處外 人群放煙花 讓陸霜 燃淚私家車 撞狗巴巡邏車 那些黑社會 就是 令到人害怕 目的就是令到香港人 你又要害怕黑社會 又要害怕警察 就是這樣 兩邊夾攻 但是沒有用的 香港人 香港是什麼人 香港是投訴之都的 香港是 你越壓迫我 我們越投訴你 香港是一個這樣的城市 很明顯 統治者 在這裏 隻手遮天 並不是這樣 是一個多頭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城市 就是 有很多大佬 很多人都想認大佬 就是這樣 就是 不論到你說 你政府 隻手遮天 去亂禁 去壓制香港人 那些外國那些 不用管 先管 那些外國那些 就是 遠水不能夠近火 特朗普那些 就 有時間都未到出現 那些新聞 這一單都說一下 其中一個社工 都真是慘 被警察拘留了60個小時 超過48個小時 並非兩天 只有60個小時 中間當然有打他 有打他的眼 頸 那樣 社工原先 好地地進去警署 但不知何時出來就變成這樣 你可以知道 警隊一定是有私刑的 一定是有的 昨天昨晚 這裏有過過千人 我都不知道 至少兩千人都有 可能高峰期 就是 圍著警署 這些舉槍 這些 你見到 那些攜坊人是不害怕的 絕頭圍著那些 即是他下單 那幾個防暴警 當然 手指又多漂亮 釋放義士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警犬死全家 警犬死全家 那些人寫字都不錯 至少漂亮 有個示威者 其他人都很合作 立刻說 下雨了 我們開啟了 整班都圍著 被他噴 讓記者拍不到照片 這個不知道在哪裏 順帶一提 中建平 又是白色恐怖 中建平沒有犯法 他失敗了 申請反對通知書 你反對 他自己是隱憾 何來犯法 請問 對嗎 純粹 為何他說 參加那個城市論壇之後 警察就做事 就拉了他回去 其實又是白色恐怖 等你下次 一些人不敢 說 喂 申請遊行 又是 那些航蟬效應 捉一個 等你們全部害怕 收了聲 當然 是不需要害怕 中建平也很聰明 立即說 自己 不知道 受傷 舊患受傷 還是什麼 然後 去醫院那邊 聰明 因為 你去醫院 都算是一種 拘留 即是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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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留 理論上 警察都要趁 他在醫院的時間 找證據去 去 一旦48小時之後 警隊找不到證據 他就要 無罪 即 有個無罪的身份 去釋放 他 除非他48小時內 他找到 即是中建平的罪證 才可以提上課 原理是這樣 遊戲規則是這樣 如果中建平呢 他 其實中建平很聰明 他背後那群團隊 屬於和理非的 一個反抗的 一個素人的團隊 有幾個 新界友 很明顯是 很聰明 他真的用盡法律的方式 首先 把自己說有事去醫院 很多事情玩 心臟病 去醫院 檢查一下 有時檢查幾天 檢查幾天 檢查一兩天 便過了 便過了 比你在警署 讓警署拒絕 被他拒絕 被他後查 因為 你回到警署 他一定會動你 一定會開大冷氣 拿彈燈來照你 中理幾隨 一定會的 搞到你 控告又不是 不控告又不是 你控告又沒有人證 只有你說 然後法官就只信警察 很慘 所以警署那邊 基本上 都有一個 挺黑暗的 面目 當然 鍾建平那些 是很聰明的 當然知道 去醫院便沒事 48小時出來 又出來 又是一條好漢 兼且無罪 你又找不到證據 對吧 這是一個 航蟬效應 最主要是 嚇退一些 不懂法律的人 如果懂法律 你就知道 鍾建平是沒事的 就算他被抓了 因為警方 是用一個 協助調查去抓他 協助調查 協助調查 對吧 就是這樣 涉嫌 不是 拘捕 涉嫌組織 未經批准 集結罪 拘捕 獲准補 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鍾建平說 被扣留期間 警方曾訴到改變涉及的控罪 他下月29日 衰到大埔警署報道 案件由新界筆總案組跟進 警方的法律 其實不太懂 警隊就是 想找罪入他 但不想到 被他保釋走了 通常的程序是怎樣 鍾建平說 其實沒有什麼 基本上會連續 可能拖半年 半個月至一個月 是吧 即是 上去警署報到 報到 報到差不多 警署都找不到證據 接著 就 算了 沒事了 無罪 就放出來 何況現在都不是有罪 現在警隊的程序就是 涉嫌 對 即是 看看他 即是 打算判斷他 打算他 打算他 會不會自己口頭認 鍾建平 他本身就很熟法律 看見他這麼瘋狂 一個人去遊行 叫大家不要去 這樣就很瘋狂 所以警察是無法遮捕他 很難的 純粹是嚇嚇他 或者嚇他 鍾建平當然不用怕 他本身自己 真是公民抗命 逆權運動 純粹是嚇其他人 嚇其他的香港人 等你們以後不敢出來 這樣 即是類近 烏克蘭也是這樣的 烏克蘭更極端一點 即是說禁止遊行 禁止大頭盔 不如你立法 不如 即是這樣 好啦 今天的時事 先講到這裡 遲些會再 再開一集 講那個 國網台的意見 有一宗挺有趣的 有一個GIF的 有一個網友傳給我 她說 有對情侶公然起地站 去猜球 我自己這樣看 情侶這樣猜球 是很正常的 當然網民 香港很保守 都覺得 要回家搞吧 很難受 找一個沒那麼多人的地方 當然 有些人就說 會支持 那個情侶 說 你什麼事 影人這麼賤賈 其實這些事情 我都經常做 情侶 有說我自己 跟我女兒 經常做 當然 多手多腳 在街上 一定會有 但當然是 一秒兩秒 長渣 通常去暗角位 會長渣 或者是 回到房間 任你怎麼組 通常是這樣的 但是年輕人 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覺得 這些是公 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 情侶是合法的 如果他們說 那個女生 說 我不認識他 我不認識那個男生 這樣去猜拳 當然是有問題 所以 這個 可以反映到 香港 稍為保守 其實這些 很普通 起我眼中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收聽